要減少食粿的天然在海孫子 要保養食粿的收入 容易會有辦這個食粿的保險 除了中央有保做五十%的保險 區以外 現在今年 管理政府會再保做十% 主要是我們讓食粿 趕快去討報 節載五年利潤的粿 來到殘利孫子 但今年受到企業影響 二月三月都會連續落後 以往食粿受分 更加好過期的修生機煙熬 而且打出國就必顧 因為這幾年一段企業 有在保障過廊的收益 容易會開辦食粿的保險 我們管理都要出表師 我們管理食粿 近一面季到清四公平 這樣全國台里 為四月分到六月三十 農民都可以依當作月分 還是幾個月來加報 若是幾個禁止苦惡 連續三天六月中 累積超過三百空以後 保養公司就要起動 每公金八萬塊 保養公司就要起動 保養公司的比例來利益 不用再加倍去堅持 但今年頭一次開辦 管理這裡有兩者逮捕 目前就是中央補助五十 本來民眾農民自己要負擔五十 然後目前就是我們縣府為了協助民眾 去穿掉這個保險 所以我們縣府有就是 補助十 那民眾可以僅僅負擔 就像你說的要達到三百毫米 三百毫米 平地三百毫米已經很多了 跟山上不一樣 有過人表示保養公司 這有以後 利益做利益的議局 對農民導播的欺因力不大 建議再用自己的關係 我們文差 沖有心路肩定損失的利益 這輪的房子就表示 如果導致死過保險的農民 奔削損害率打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同樣能領到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 提供農民相平的保障制度 繼續有年報到